中国几千或者几百年以前的历史,我们只能通过史料或者看影视剧来了解,这是时代的局限,但有一个朝代,却给后世留下珍贵的照片,甚至是视频,不言而喻,这个朝代肯定是清朝,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风云变幻,西方科技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摄影技术,当时的新朝人士,结婚或者家庭重大活动,都喜欢去照相馆拍几张照片,就连慈禧太后都不能免俗, 但是二十世纪初期,摄像技术落后,所拍摄照片大多都模糊不清,基本只能展现人物轮廓,细节无从考究,然而,当时已经出现彩色照片,也有外国人不远万里来晚清拍摄基层民众生活,不仅是拍摄中国,此人的足迹遍布整个世界,用照片构建出二十世纪初期的地球影像,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这位摄影家,就是来自法国的富商阿尔伯特·卡恩,透过照片,我们来了解一百一十年前晚清普通民众生活,要说中国电视导演爱拍哪个朝代的电视剧,几乎所有人都会一口同声回答清朝, 在导演的镜头下,所有后宫女人衣着华丽,踩着花盆底,走起路来摇曳生姿,皇帝的后宫家丽肯定和普通女人不同,甚至是天上人间的差距,然而,在影视剧的误导下,一部分观众可能把后宫嫔妃和普通女人画等号,那么,晚清普通妇女和清宫剧到底有何不同? 上面三幅图中,左边两张图是电视剧《如意传》、剧照,右边则是卡恩拍摄的晚清妇女,雍正的后妃都是翡翠拆头。 几乎只需要负责争宠生育皇嗣,而右边的妇女却满面愁容,衣着蓝绿,手上都是污垢,自鸦片战争使得清政府国门洞开后,西方源源不断入侵中国,中国满目疮痍,再加上清政府无作为,还要负担战争赔款,普通百姓生活可想而知,左边是影视剧中的盛世江山,右边则是真实生活,引人无限唏嘘,实际上,清朝的后妃也和影视剧不一样,依据晚清现存照片, 清朝的后妃长相普通,放在人堆都找不出来,但确实无比富贵,晚清已经无比腐朽,慈禧太后仅能维持表面的繁荣,但繁荣背后却是对普通百姓的搜刮,就拿《辛丑条约》来说,当时中国需要支付赔款4.5亿两,平均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两,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卡恩镜头下的清朝男人穿衣不得体,整个胸膛都裸露在外,眼神茫然地望着前方,这可能就是普通男人的缩影,清朝最讲究三纲五常,要求所有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能裸露皮肤, 二十世纪初期,清政府几乎毫无威信可言,失去对地方政权的控制,比如东三省沦为俄国人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地区被英国人占据,云南和广西则被法国染指,在当时的情境之下,普通人活得战战兢兢,对生活已经麻木,生命尚且不保,又和谈快乐,中国古代史书,历来喜欢记录王侯将相的生活,百姓生活极少记载,满清贵族的生活,不能代表百姓, 卡恩的照片恰好弥补这一空白,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不仅是百姓,就连朝廷基层小官也是神情麻木,了无希望,官员日子过得肯定比百姓好,但身处时代洪流,又如何能全身而退,清末,思想开明,又家境优渥的人家,大多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这些归国年轻人,便成为中国革命先锋,经常在各地宣传新思想,新思想往往和清政府里面背道而驰,抓捕行动,便落在这些官吏头上, 官吏认真抓捕,可能会遭受报应,清政府都自顾不暇,肯定也难以派兵保护,甚至清政府连俸禄都发不出,当官就是一件苦差事,就连李鸿章都处处遭受嘲讽,又何况这些中低层官吏,卡恩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清朝人物群像, 有身着满服的男女,也有蒙古族妇女,还有普通官员,影像比文字更直观具体,也能够佐证史料,真实的晚清映像满目疮痍,几乎人人神情麻木,失去生活热情,可以这么说,卡恩给中国人研究晚清社会,留下一手资料,与这些传奇的照片一样,阿尔伯特。 卡恩本身也是传奇,能够花大价钱,购置新兴的彩色相机,思想远远超过同代人,卡恩出生于法国普通人家,并非有钱人出身,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卡恩备受父母亲宠爱。 但母亲却因常年劳累,在卡恩十岁时去世,丧妻之痛,让卡恩父亲难以在故土生活下去,不久便带着一家移到圣米歇尔,靠一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但是卡恩从小就聪明绝顶,十八岁那年进入银行工作,从一个小职员变成银行领导,十九世纪末的法国,银行业人才记忌,普通人再怎么聪明努力,也难以有出头的机会,但卡恩就是其中寥寥无几的成功者, 卡恩凭借过人天赋,成为富豪后,生活无后顾之忧,但心灵却很空虚,极需要一种心灵慰藉,就在此时,鲁米埃尔兄弟发明的彩色相机,走入卡恩生活,一接触彩色照片,卡恩的兴趣立马被点燃,并付诸行动,作为大富豪,卡恩肯定不差钱,于是卡恩高价聘用专门的摄影师,四处走访拍摄,莱特兄弟的飞机都被卡恩记录下来,也许有些人认为,卡恩就是一时的兴趣, 毕竟赚钱才是第一位,然而,卡恩却有更宏大的愿望,建立地球档案,二十世纪初期,卡恩带着助手来到中国,当时大清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刚刚去世,不到十岁的溥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利者。 距离大清灭亡只剩十年,卡恩幸运地抓住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影子,卡恩不喜欢拍摄达官显贵,就喜欢榴莲大街小巷和村头,拍摄清朝最普通的底层民众,卡恩记录的清朝社会,才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慈禧太后富贵的大寿照片,普通妇女缝满补丁的衣服,强烈鲜明的反差,令后人印象深刻。 不仅是拍摄中国,卡恩带着自己的摄影团队几乎走遍整个地球,总共拍摄了七万多张照片,卡恩记录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中东的巴勒斯坦、波斯、非洲等国,几乎所有的被殖民压迫国家都被照片记录。 在这些文明消失之前,卡恩抢先用镜头记录,这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卡恩的名字值得被这些国家记忆,卡恩的经历也被专门拍摄成纪录片,基本还原卡恩和他的拍摄经历,很值得一看。 对于卡恩,中国人的印象肯定不一样,中国人说起卡恩,第一反应大概是这不是拍摄清朝的那个法国摄影家吗? 卡恩记录清朝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相貌,让后世知道清朝人并不像电视剧那么美,清工具经过艺术加工,但照片并不会骗人,卡恩的照片表明现实很残酷。 而且这种反差还极具现实意义,既让我们认清一百多年以前的清朝现状,也让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卡恩的照片是残酷的,因为他揭开清政府最后一片遮羞布,卡恩的照片也是真实的,因为他反映的是真实社会状况,所以说我们应该感谢卡恩,因为他让中国人真正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 虽然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条件比较落后,这些朝代是很难留下关于当时的照片或者是视频,能够供后人观看的,不过在这其中有一个朝代,却为后世留下了弥族珍贵的照片甚至是视频。 而这个朝代就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在晚清时期曾历经了一段黑暗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后来侵略者的入侵,导致中国失去了更多领土和财富。 不过在晚清时期,西方科技也传入了中国,其中就包括摄影技术,当时一些比较新潮的人士在结婚时或者是举办重大活动都会选择去照相馆拍几张照片,即便是慈禧太后也是如此,那时是在二十世纪初,摄像技术还比较落后,所以很多拍摄出来的照片都很不清楚,大多只能看到一些人物的轮廓,细节是没有办法进行深入考究的,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也出现了彩色照片。 当时还有一位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了晚清为基层民众拍摄照片,这位摄影师就是来自法国的富商阿尔伯特·卡恩,这个人遍布世界各地,用照片构建出了二十世纪初期的地球影像。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一百一十年前晚清普通民众的照片,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大多都是清朝时期的,在导演的镜头下,后宫中的嫔妃,都是穿着华丽,脚踩花盆底,走起来摇曳生姿,不过皇帝后宫中的嫔妃,肯定跟普通女性大不相同,通常影视剧作品,人物都有美化的成分。 那么清朝女性的真实样子究竟是怎样的呢?她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在这幅图中,左边的两张是影视剧作品中的剧照,而右边则是摄影师卡恩所拍摄的晚清时期的妇女,左边的图中的嘉莉都带着翡翠拆头,而右边的妇女却衣衫蓝绿,满脸愁容,整个人看起来很落魄。 而这也是晚清时期人们的真实生活,其实清朝后宫中的妃子和影视剧中有很大差距,根据照片中来看,清朝后妃的长相是十分普通的,若是将其放在人群中,怕是都找不出来的,但他们也确实是无比富贵的,虽说晚清当时已经无比腐朽,慈禧也只能够维持表面的风光与繁荣,可他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从普通百姓那搜刮来的。 我们都知道,在当时自己跟外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在这其中,中国需要支付4.5亿两白银,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两白银,要知道,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在这张图片中是一个衣衫不整。 整个胸膛都裸露在外的清朝男性,他的眼神看起来很茫然,在清朝时期,人们最讲究的就是三纲五常,所有人都穿着,都是需要包裹的严严实实。 皮肤是不能裸露在外的,只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清政府没有威信可言,并且还失去了对以前地方的政权控制,随着长江下游被英国人的占据,不同人的生活也过得战战兢兢,此时的他们已经对生活麻木了,也谈不上什么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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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